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今天的主題呢是一個很久很久沒有錄的主題 也就是我的空空賞了 我在錄這個影片之前呢我去看了一下 我上一次錄的這個空空賞是什麼時候 竟然是去年的7月份 也就是說已經過了一年多的時間了 我一直以為我是在去年年底的時候錄的 結果沒有想到已經過了超過一年了 那因為這次的時間隔的比較久 所以我這次累積的空瓶呢是真的還蠻多的 所以呢我決定要把這個影片分成上半段跟下半段 上半段我會分享的一些產品 包含了一些身體保養 或是一些頭髮的護理 然後還有一些個人護理的一些產品 那下半段我會分享的就是 主要就是一些保養品類的商品 這次的空瓶呢我覺得還算是蠻精彩的 因為裡面有一些商品是我可能 新用到的一些東西 然後呢用完了之後呢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所以呢我會決定要去回購它的 今天分享的上半段呢就是一些身體保養的產品 然後把它全部都放在這個盒子裡面 然後我就會一個一個把它抽出來跟你們分享 好首先先來分享這個好了 這一個呢是AZOT他們家的這個 Geranium Lip的Body Cleanser 這個沐浴乳呢是我們家裡面就是 隨時都必須要囤貨的一個商品 因為這個是我老公他唯一喜歡用的一個沐浴乳 那它的味道呢其實算是比較中性一點 所以其實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那因為我最近自己的沐浴乳也用完了 我等一下會跟你們分享 所以我最近呢也是在用這一罐沐浴乳 我是真的覺得它的香味真的很舒服的一種清香 它不是那種像有香精的那種味道 它洗完身體之後呢也是蠻保濕的 所以它不會過度清潔讓你的皮膚變得很乾 所以這個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薦 那因為已經累積了很久了 所以呢這一次這個Body Cleanser 我們用掉了三罐 那AZOT的這個商品呢我通常會囤貨的時候 都是趁它打折的時候在網路上面買 因為他們家的商品好像最多最多就是打七五折 所以只要我看到大概有八折或是七五折的時候呢 我就會買個三四罐然後把它囤在家裡面 接下來的第二樣商品呢就是這個 它是Renee Ferder他們家的這個洗髮精 它叫做這個Fortisia 然後它中文呢叫做富方精油養護髮育 這罐洗髮精呢你們可以看到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瓶 那我大概花了有快要半年的時間就把它用完了 故意在下面留了一點點可以給你們看 它這個洗髮精呢裡面含有這種小小的綠色的這個顆粒 其實這個顆粒呢它裡面是精油的成分 所以它這個洗髮精在洗的時候會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當你把它戳在頭髮上之後呢 你要等個大概兩三分鐘之後呢再去把它沖洗掉 因為它這個裡面的精油呢會需要一點時間 就是滲透到你的頭皮裡面 那這罐用下來呢我覺得最明顯的一個效果就是 它會讓你比較沒有那麼容易的掉頭髮了 那因為Renee Ferder他們家的產品就是單價稍微比較高一點 不過呢也是因為這個品牌他們用的很多成分都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所以我在用這罐的時候我是真的用的非常的安心的 那因為它這個裡面呢含有精油的成分 所以呢在懷孕的期間我建議還是不要用會比較好一點 總體來說如果不考慮到它的價錢的話 我真的覺得它是一罐還蠻好用的一個洗髮精的 再來呢就是這一罐Mario的這個洗髮精 這個洗髮精呢是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買回來的 當時我只是想說挑一款洗髮精買給我老公用 結果沒想到呢我之後呢自己也開始愛上這一款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款非常適合夏天來用的洗髮精 原因是因為呢洗完頭髮之後呢 你會感覺到你的頭皮有一種冰冰涼涼的感覺 那在夏天這種很熱的天氣下呢我覺得就是會讓你覺得 你自己的頭皮有一點在呼吸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也很清爽然後非常非常的舒服 所以這個我覺得我應該也會再回購它 因為我跟我老公都還蠻喜歡用的 接下來呢又是一個ASOP的產品 它是這個Resurrection Aromatic Hand Wash 那它很有名的原因呢除了它的香味是還蠻好聞之外呢 它的清潔力也是非常的夠的 因為如果你在廚房可能常常切菜啊 或是切一些蒜或是蔥的話 手上難免會有一點點味道 可是這一罐呢它是可以有效的就是去除掉那個味道的 所以呢我是自己覺得它還蠻好用的 然後再加上它的味道很好聞 然後呢洗完手之後呢也還蠻保濕的 那我也有試過ASOP他們家 就是有那種磨砂顆粒的那種去角質的吸收乳 不過那一款我就覺得還好 就沒有這一罐這麼好用 那那個去角質的話我可能就是 偶爾一個禮拜會用個一次 所以呢那一罐就會用的比較慢一點 那這一款Hand Wash呢就是我自己是比較常用 然後也會比較推薦一點 再來是這個BioTherm的這個Lacorporelle 也就是他們家的這個身體乳了 那我記得我在上一個空瓶應該也有分享過這個身體乳 是因為它真的是我過去的大概五年當中就是最愛用的一款身體乳 首先呢它的這個味道呢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這種柑橘跟葡萄柚的這種 比較Citrusy的這個味道 再來呢這款身體乳的質地是我目前最喜歡的 因為呢它是有一點介於就是比較濃稠跟水潤的中間的 它其實很好推開 然後它的吸收也非常的快 它的保濕度呢我覺得在亞洲算是非常非常夠的 那如果是在比較乾冷的天氣的話 我覺得可能有一點點不夠 雖然就是我以前在加拿大也都是在用這一款 只是說如果你想要更滋潤一點的話 可能要選一些比較rich比較moisturizing的 不過這個呢我自己是覺得是我目前用過最喜歡的一個身體乳了 接下來呢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這個沐浴乳 也就是這一罐 它的品牌呢叫做Lolia 這個品牌的東西呢我覺得可能大家會比較陌生一點 因為其實它在大概四五年前的時候在亞洲就稍微比較紅一點 那個時候就是我記得好像還有專櫃 可是因為近幾年可能它賣的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呢好像很多地方都已經撤櫃了 那我也是大概四五年前的時候接觸了這個牌子 當時就是買了他們家一些護手霜啊一些香水 還有一些泡澡的東西 那我覺得用下來最好用的還是他們家的沐浴乳 那剩下的產品我可能就覺得還好沒有非常非常的喜歡 我記得我當時第一次用他們家的這個沐浴乳的時候 洗完澡出來我老公就說超級香 就是連他都很喜歡這個味道 所以我從此以後呢就是一直都有在用他們家的這個沐浴乳 我已經用了大概有四五年左右了 那我還有試用過他們另外兩三個不同的香味 我是自己覺得都還蠻香的 所以想說可以在影片當中跟你們推薦一下 那接下來呢是這一罐 它是KERISTAS他們家的這一款護髮油 那這個護髮油它比較特別是因為它是黑色的包裝 然後它的這個瓶子呢其實它是玻璃的材質做的 當時我好像是在台灣的週年慶的時候買到它的 那這一罐護髮油呢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歡 我自己覺得它甚至比他們的金色的那一瓶更好用 它是有一點點偏中性的那種香水味 所以它不是那種很濃的什麼花香味 這一罐呢如果是男生用的話應該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再來呢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好吸收 通常我都會把它抹在就是髮尾的地方 然後再去吹乾頭髮 那在我可能吹的沒有到半乾的時候呢 它已經完全被頭髮吸收了 所以當你把頭髮吹到全乾的時候呢 它就一點都不會讓你的頭髮感覺到有黏黏的感覺 等到我把金色的那一罐用完之後呢 我要再去回購這個黑色的這一罐KERASTAS這個髮油 接下來要來分享呢就是這一堆牙膏 那其實呢我是一個對口腔清潔跟牙齒清潔 就是非常要求的一個人 因為我從小我的牙齒就是不是非常的好 我幾乎每一顆大牙都已經注過然後又補過牙了 所以我大概在十年前左右吧 就開始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牙齒的清潔 那我在牙膏上面呢我也是一個非常挑剔的人 因為我完全不喜歡用那些有膠狀的 就不管是透明的藍色的膠狀 或是一些透明白色的膠狀的牙膏 我是一點都沒有辦法接受的 我唯一能用的牙膏呢一定要是白色的膠狀的 好那我從最平價開始介紹好了 就是這個COGATE的這個牙膏 那因為COGATE他們牙膏就是很多地方都可以買得到 然後價錢又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們其實還蠻常用這一款牙膏的 我最注重的就是它這裡會有一個這個小標誌 然後上面寫的是白色 然後上面寫這個PASTE 然後它好用的地方可能就是因為它起泡會起的比較多一點 它會有很多泡泡 所以會讓你感覺好像刷的比較乾淨 接下來呢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韓國的品牌 它叫做這個VT 這個牙膏呢其實是我朋友 他去韓國的時候帶回來送我的 當時呢他就跟我說就是這個牙膏的味道很特別 他叫我一定要趕快試試看 然後試用之後呢我發現我就是完全愛上它的那個味道 它是有一點點薰衣草 帶上一點淡淡的薄荷的味道 每次在用這個刷牙的時候 我都覺得整個人心情超級好 因為它的那個味道真的是蠻療癒的 然後會讓你感覺好像刷牙是一個很享受的一個過程 它好像還有就是很多不同樣的款式 可是我覺得最好用的就是這一款 它上面就是有一個這個Movement的這一款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用的 所以這個也很推薦 然後last but not least就是我最愛用的牙膏 也就是Marvis他們家的這個牙膏 我第一次接觸是我去歐洲的時候 就是隨便在店裡面買了一款牙膏回來用 然後我當時用的是這一款就是美白的這個銀色的這個 這一款白色它是非常非常的涼 就是你刷完之後你都會覺得整個嘴巴就是有一種辣辣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它的清潔力非常的好 那美白的效果可能沒有非常的明顯吧 不過因為它也是這種白色的膏狀的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可以接受 之後呢我又試用過他們家藍色的包裝那個 可是藍色的那個呢我用了一次 我就沒有辦法再用下去了 因為它藍色的那個薄荷味是一個 我完全不喜歡的薄荷味 那綠色是我目前最喜歡的一款 因為我覺得它的薄荷味不會非常的強 然後刷完牙齒你也會覺得真的很乾淨 橘色的這個是Ginger Mint 就是它有點薑的一個薄荷味 那Marvis他們家的牙膏比較不會那麼容易起泡 就跟這個Koge比起來的話 它起泡的程度沒有非常厲害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一點都沒有關係的 接下來要來分享呢就是這一款 Cicely他們家的去角質的磨砂膏 那這個呢我記得我是在週年慶的時候 請我朋友幫我買的 因為它當時折扣還蠻多的 因為平常如果沒有打折的話 我是不可能去買就是Cicely他們家 這麼貴的商品來用的 不過這個去角質呢它是真的非常的好用 那我目前呢比較喜歡用的兩款 就是Bio Therm的還有這個Cicely的 它的裡面呢磨砂的這個顆粒呢非常的細 而且很溫和 所以它不太會刺激到你的皮膚 它的味道呢聞起來也是比較天然 不是那種很人工的味道 所以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然後也蠻推薦的 如果就是有週年慶的折扣的話 我一定還會再回購它 那這個靈苗髮膜呢應該很多人已經看過我影片當中有介紹過了 它是一款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個開架的髮膜 我記得它的價錢非常的便宜 可能才兩三百塊台幣 通常我用完洗髮精之後呢 會直接把它塗在頭髮上 它接觸到頭髮的那一瞬間呢 就真的可以把你的頭髮整個變得非常的柔順 然後一點都不會打結 因為之前也有跟你們分享過 我是比較擔心就是它又這麼便宜 效果又這麼好 所以我相信它裡面可能會用的比較多化學成分 然後不是非常的天然 然後它應該也是有含細菱的 所以我當時用的時候沒有覺得非常的安心 最近雖然我已經回購第二罐了 可是我會比較少用到它 可是如果你是想要找一款很平價 很好用的髮膜的話 我超級超級推薦這一款 Tsubaki的這個靈苗法國 這個呢它叫做Body Blends的這個Coffee Buff 這個東西呢它也是一個身體的去角質的產品 不過呢它裡面所有的成分都是純天然的 它是利用咖啡渣呢來幫你的身體去角質 它除了咖啡渣之外呢裡面還含有很多不同樣的一些天然的油分 像是什麼維他命E還有Almond Oil還有Olive Oil Orange Oil就是這些東西 它使用的方法呢就是在你的身體是全濕的狀態下 直接把它塗在全身上面 然後呢要等個大概三分鐘之後呢再去把它沖洗掉 洗完澡之後你會發現你的皮膚變得很滑 然後有一層薄薄的油在皮膚上 就是當作保濕的作用 所以這一款呢其實我非常喜歡用它 我這個是我之前在網路上買的 如果我可以找得到那個連結的話 我再把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裡面 再來的空瓶呢是一罐香水 它是這個L'Enfant的牌子的香水 它的名字叫做Gene 這一罐香水呢真的是我這輩子用過我最喜歡最喜歡的一個香味了 之前呢有很多人希望我可以分享我的香水的一個collection 我一直都沒有分享的原因就是因為 只有這一罐香水才是我真心的愛用的 剩下香水的那個香味呢我就沒有對它非常的滿意 這一罐香水呢我相信它算是比較冷門一點吧 因為可能只有在機場的免稅店 或是一些專門賣香水的店才可以看得到 可是這個味道呢我是真的超級超級喜歡的 這一款香水它的味道呢是果香配上花香的味道 不過它的果香的味道稍微比花香再濃一點點 所以呢聞起來會比較清爽 因為我自己不是非常喜歡就是那種很甜 或是那種花香味道很重的香水 那個味道呢真的是我目前聞過我最滿意的 所以我就想說既然都已經用到空瓶的話 就可以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剛剛差點忘記要介紹的就是我的這些所有的隱形眼鏡類的 今天總共有三款不同樣的隱形眼鏡 想說快速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第一款呢就是這個Rivia他們家的這個日拋的隱形眼鏡 那Rivia這個系列呢應該是安氏奈美會代言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當時呢我看它戴的時候我覺得超級超級美的 所以我自己也跑去買了 我買的這個顏色呢是這個Share Sable 灰色跟棕色混在一起的這個顏色 所以當你戴上去之後會覺得你的瞳孔稍微顏色比較淺一點 那這款呢我覺得它最大的缺點就是它一點都不舒服 因為它的那個隱形眼鏡的厚度比較厚 所以當你戴在眼睛上面的時候會有一點異物感 然後呢你眨眼睛的時候也會覺得就是有東西卡在你的眼睛裡面 它的這個顏色呢我覺得可能不是非常適合我自己吧 因為我可能比較適合一些偏自然一點點的隱形眼鏡 不過呢因為它之前真的非常的紅 所以我才決定把它買回來的 可是這一款我就是不會再去回購它了 接下來第二款呢是這個 這個是Envi他們家的隱形眼鏡 這個呢它是一個日本的品牌 可是我發現它在這裡竟然寫說Made in Taiwan 可是我不知道台灣買不買得到這一款隱形眼鏡 這一款隱形眼鏡我買的是它的這個Olive Brown 就是一個橄欖綠的一個咖啡色 我覺得它這個顏色呢非常的好看 也是我今天眼睛上戴的這個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如果近看的話你可能可以看得到就是眼睛上面有一圈東西 所以它反而會讓你的眼球看起來比較深邃一點 所以效果我覺得還蠻好的 那這一款隱形眼鏡呢我覺得它的舒適度呢就是還算是適中吧 如果一天戴個大概八個小時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要戴到十到十二個小時的話 我就會覺得眼睛開始會有點痛 然後會稍微有一點點紅的這個現象 那總體來說雖然它的舒適度不算是最高 可是呢我覺得因為它的效果還蠻好的 所以我應該還會再回購它 好 那最後一個隱形眼鏡呢就是這一款 嬌生的這個Acuvue Define 已經戴了大概有十幾年左右了 我當時呢會一直回購這個品牌呢是有幾個原因的 第一呢是因為我覺得嬌生他們家的這個日拋的隱形眼鏡真的非常的舒服 然後它的保濕度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呢你戴了大概十二個小時下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再來呢就是因為在幾年前我記得它是唯一有FDA Approved的一個隱形眼鏡 因為它這個隱形眼鏡是有顏色的 所以呢它當時在製作的過程當中呢 它是有三層不同樣的隱形眼鏡合在一起的 然後它有色素的那一層呢其實是夾在中間的 另外兩層是完全透明的 所以當你戴在眼睛上面的時候呢 你的眼球是完全不會接觸到它的色素的 這樣戴起來是比較安心一點 因為畢竟是會直接碰到眼睛的東西 然後因為它這個Define的這個系列呢有出很多不同樣的顏色 我已經把所有的顏色全部都戴過一遍了 不過我真的覺得最適合我自己的還是這個黃色這個 它上面寫的是Radiant Bright的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我覺得它戴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可是同時又有一點點就是瞳孔放大的這個效果 然後因為這個顏色可能也比較適合我平常的眉毛跟我的髮色 所以這個呢我已經回購了不知道幾適合了 那因為我的左眼跟右眼的度數不一樣 所以我每次買的時候都一定要買兩盒分開的這樣子戴 不過這個呢我真的是超級超級推薦的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空空賞的Part 1 也就是所有的身體保養跟一些個人護理類的商品了 那希望大家今天看了我介紹這些商品之後呢 會多多少少有一些心得 因為我覺得身體保養類的商品其實我的回購率還蠻高的 然後有一些商品可能也在我上一個空空賞裡面也有出現過了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做參考 如果你們對今天的介紹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如果你們自己也有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想要推薦給我的商品的話 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下個影片的Part 2呢 我就會介紹比較多都是保養類的一些商品 那也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這個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就不要忘了在下面幫我Like 然後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就下個video見吧 掰掰